男人只是打死一只苍蝇 卡里面竟然多了一千美刀 就在刚刚 文西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对方很严肃地跟他说 你被选中了 只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 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文西本以为是电信诈骗 可对方却知道他所有的信息 甚至连车上有一只苍蝇都一清二楚 他怀顾四周 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神秘人接着跟他说 只要打死一只苍蝇 就可以马上获得一千美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文西随即打死了车里的苍蝇 没想到一千美金竟然真的到账了 还有这么好的事 我能打到你破产 文西一脸的不可思议 下车查看是否有人在监视他 这时神秘人又打来电话 说这次难度升级 吃了刚刚打死的苍蝇 3622元美金就是你的 生活本就一地鸡毛的文西回到家 看着卡里的余额 他毫不犹豫地吃下了苍蝇 刚吃完 钱立马就到账了 紧接着神秘人打来电话 跟文西详细地说明了游戏规则 说这场游戏总共13关 而你现在已经完成了2关 只要完成剩下的11关 就可以获得622万元美金的最终奖励 当然也是有条件的 任务只能一个人完成 而且中途不能失败或者退出 否则就会把所有奖金全部回收 此时的文西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在公园里聚会的时候 文西焦急地等待着电话 很快神秘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这次的任务是随机弄哭一个小孩 限时5分钟 奖金是5000元 还没等文西反应过来 神秘人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他立马将目标锁定一个落单的小女孩 恶狠狠地对他说 你妈妈不爱你 是他不爱 他们不想让你知道 但是男人从你开门 就来带你去带你 这不是真正的 是是 那现在他们在谈的 是因为你做的 妈妈妈 文西成功完成了任务 5000元的奖金到账 就在他焦急地带着妻子准备离开时 一个垃圾桶飞了过来 是小女孩的母亲找了过来 不明真相的妻子瞬间上头 和对方争吵了起来 夫妻俩随后来到一个教堂 文西再次接到任务 把教堂里的工艺品烧掉 他把工艺品搬到外面 点燃工艺品的瞬间 紧接着1万美金到账 然而就在他试图灭火的时候 一旁的窗帘却被点燃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第五个任务是跟着一个流浪汉 抢夺流浪汉的衣服和购物车 他立马抛下妻子就跟了上去 任务也顺利完成 紧接着是第六个任务 带一个陌生人去咖啡馆喝咖啡 这个任务听着简单 可等文西走进屋里 被眼前的荧幕吓傻了 原来那个所谓的陌生人 竟然是一具尸体 文西害怕了 这个游戏显然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犯罪的事情他可不想干 然而对方根本不想听他的废话 想要财富自由就继续游戏 不想玩也可以放弃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的奖金全部清零 在内心挣扎了许久之后 文西选择了继续 男人竟然带着一具尸体走进了咖啡馆 他必须要在四点之前 给尸体点一杯咖啡 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癖好 而是在完成一项游戏 只要完成13个任务 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不料关键时刻 一群佛波罗走了进来 这让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文西更加的紧张 更要命的是 明明是自己先来 服务员却先给佛波罗上了咖啡 眼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任务失败 所有奖金都会清零 焦急的文西也顾不了这么多 千军一发之际 文西抢走了佛波罗的咖啡 在最后一秒完成了游戏 然而这波操作 也成功引起了佛波罗的注意 文西灵机一动 立马质问起佛波罗 被抓住把柄的佛波罗哑口无言 不敢继续找文西的麻烦 就这样 文西很出色地完成了第六个任务 由于他这次表现优秀 神秘人把第七个游戏也算在了里面 紧接着是第八个任务 文西走着走着就看见一辆大巴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正在等他上车 与此同时 咖啡馆的佛波罗也发现了尸体 而此时的文西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警察盯上 他所做的这一切 至少可以判十年以上 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 因为只要赢下这场游戏 他们就会帮助最终的赢家 销毁所有不利的证据 很快文西就到了第八个任务的地 里面是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 紧接着一个女护士就走了进来 只见她把塑料膜扑在地上 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把电锯 就在文西一脸疑惑的时候 神秘人打来了电话 这次游戏竟然是砍掉西装男的胳膊 奖金高达十万美金 原来文西从小就认识西装男 他和弟弟经常被西装男 和他的哥哥欺负 一个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 而且西装男是自愿舍弃一条胳膊 文西很吃惊 他不敢下手 在西装男不断地刺激下 文西完成了任务 他把西装男送去医院 准备离开时又遇到了西装男的哥哥 文西瞬间上头 拿起板凳就朝他砸去 这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25万美金随即到账 原来他是隐藏任务 文西顺便完成了第九个任务 有了钱的文西给妻子 举办了一场豪华的订婚宴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今晚的任务就是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宴 就在文西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几个佛波罗走了进来 但他们并不是冲文西来 而是他的弟弟 原来是弟弟在公园里当了一回暴露狂 此时的文西灵机一动 一边掩护弟弟逃走 一边破坏婚礼现场 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傻眼了 妻子更是吓得目瞪口呆 可就在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时候 神秘人又打来电话 紧接着进行第十一个任务 马上向刚当的佛波罗投案自首 文西惊呆了 怎么老是不按套路出牌 可游戏已经快接近尾声 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放弃 愤怒的佛波罗感觉受到了侮辱 直接扑了过来 审讯事理 佛波罗拿出他犯罪的照片 却让自己背了黑锅 他瞬间明白了 参加这场游戏的 肯定不止他一个 等到佛波罗离开的时候 文西的凳子突然坏了 他低头一看 断掉的部分刚好是一把不错的武器 难道这也是他们安排的 文西顾不了这么多 眼下逃出去才是最关键的 佛波罗进屋的瞬间 立马就被文西劫持 拿到手机后 压着佛波罗来到另一间屋子 眼看屋外的人就要破门而入 文西拿着凳子 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逃跑的路上 文西遇到一个 形迹可疑的大妈 她怀疑大妈也是游戏的参与者 于是跟着大妈来到她的家里 面对文西的询问 大妈没有说话 只是叫她把 晾衣服的铁丝挂起来 文西挂好后 马上就收到一条短信 第十二关的任务完成 文西一脸的不可思议 游戏不可能这么简单 就在她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阵阵机车的轰鸣声传来 她顺着公路看去 原来刚刚挂的 刚思横穿了整座公路 而飞车党已经近在咫尺 一根刚思横穿在公路上 不远处是一群 十速八十脉的机车党 虽然文西极力呼喊 但是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刚当还欢呼雀跃的 机车党瞬间人手分离 现场惨不忍睹 紧接着神秘人打来电话 说还有最后一关 你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看着几十条鲜活的生命 瞬间即逝 文西已经不想再继续玩了 她气愤地扔掉手机 就在她准备回家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响起熟悉的铃声 文西顺着声音四处寻找 只见一个戴帽子的男人 正在快速离开 文西立马就追了上去 她知道对方也是一名游戏玩家 想要劝她放弃 突然一辆汽车冲了出来 文西急忙闪到一边 帽子男驾车离开 文西开着车子紧随其后 等到他追上帽子男的时候 发现这里正是自己的家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了 只见父亲正在屋里吃东西 文西把目光锁定在弟弟的屋里 这时门突然打开 走出来的正是弟弟 文西看见他眼神多闪 怀疑弟弟也在参加这场游戏 于是直接问他最后一关是什么任务 而弟弟的回答让文西惊恐万分 为了巨额奖金 弟弟竟然想对亲生父亲动手 得知儿子要杀自己 一旁的父亲却显得非常的淡定 原来他曾经也玩过这个游戏 并且拿到了最后的奖金 而在最后一关 他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听到这里 愤怒的文西广缓拿出手枪 他怎么都没想到 杀害母亲的凶手 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文西拿着枪对准父亲 可父亲却说 本以为父亲的死 弟弟会因此放弃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房间时 身后的弟弟却起了杀心 情急之下 文西先发制人 弟弟应声倒地 他急忙上前查看 奄奄一息的弟弟向他袒落了心声 可就在文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时 弟弟却突然用尖刀刺向文西 紧接着疯狂捕刀 但是没过多久 他就因为伤势太重彻底没了呼吸 所积攒的奖金也随着他的死亡清零 文西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出了屋子 而身为佛波罗的老白就在身后看着 原来他就是神秘人安排在警局的卧底 专门负责给游戏玩家销毁证据洗脱罪名 就在他处理现场的时候 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是文西又折返了回来 老白很严肃地跟他说 亲人的接连死亡 拿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文西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随着老白领了盒饭 文西的奖金也被清零 在影片的最后 文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得知妻子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游戏 但是被他果断拒绝之后 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怎么回来 并且不能够 quella读子也被读了